1957年,美国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附近 不明飞行物的发现报告一下子就躲了起来 很多居民都看到了在空中一闪而过的碟型飞行物 而且它们的描述都非常一致 这些飞行物似乎都拥有一乎寻常的空中机动能力 所以这些飞行物究竟是什么? 会是真的飞碟吗? 是的,它们的确是飞碟 不过可能不是我们想的那种飞碟 还是在1957年 不过地点换到了苏联 在劳动节的月宾仪式上 它们拉出了自己最新研发的大杀器S-75防空导弹 采用两极发动机的它 最高可以收到25000米的高度 三发的平均杀伤率高达95% 美国人一看有点着急了 当即就进行了一次秘密评估 结论的确不容乐观 它们认为自己新装备的B-52同温层堡垒战略轰炸机 只可能在几年内还有渗透苏联防空网的机会 而即便是正在开发中的机认者速度可以达到3马赫的XB-70 女武神超音速轰炸机也很难仅靠自己就能在蜀联上空全身而退了 它必须要准备一些特殊的防御装备才行 是什么防御装备呢 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个模型了 它这个圆盘居然是一枚导弹 是的 一枚空对空的防御型导弹 代号皮瓦克秘密编号项目3811 警方对它的要求其实很简单干脆 总结起来也就只有几条 一是它要能够向任意方向发射 二是它要能够承受60到250倍的加速度 三是它要能够在空中接受末端制造 可以灵活地向任意方向转向 四是它要能够以7马赫的速度 去拦截来袭的目标 怎么样 听起来 这还像是人类的科技吗 准确点说 是人类60年前的科技吗 不像吧 但却是真实存在的 正是位于埃格林空军基地的研究人员 扛起了这个重任 他们很快就从经典的飞碟外形上 找到了灵感 从而创造出了这样一个 拥有透镜外观的激进的飞行技出来 这是最初的一张风洞实验照片 研究人员发现 这种外观不仅有着技嘉的攻击角度 还有着十分理想的重量分布 两者合在一起竟真的昏出了 如科幻一般的草强机动 随着风洞实验不断进行 皮瓦克导弹的外形 也逐渐从纯凸透进行 进化到了现在大家看到的 这个前薄厚厚的造型了 它被称为型号三 在气动性能得到了优化的同时 也为内部元器件提供了更大的容纳空间 因此军方的正式合同终于到来了 它被交到了康维尔公司的手里面 是的 又是康维尔 这个名字在我们的节目里面算是常客了 可见它曾经真的有多么的厉害 不过外界要知道这些 还要再等上50年才可以 所以这个事情你再细评一下 埃格林空军基地里面 研究人员正在秘密的研究碟撞导弹 埃格林空军基地以外 不明飞行物开始被频繁的发现 而官方的口径里面是 哎呀 这个事情嘛 我们也毫无头绪啊 这个套路大家现在是不是有点熟悉了呢 好了 再回到这枚科幻的导弹本身 我们继续来详细的认识一下它 先说它的发射方式 很多枚这样的皮瓦克导弹 会像炮腾片一样叠在一起 被安装到一个可以旋转的圆筒当中 圆筒中有一根可以将导弹向下推至发射位置的内装感 在发射前呢 圆筒先旋转到合适的位置 然后长门打开推出导弹 等到导弹离开飞机 有了一段安全距离后 再点火奔向目标 从而实现全方位的自由发射 那么很自然呢 咱们就要讲到它的推进系统了 在一开始啊 研究人员为皮瓦克考虑了 涡轮喷气发动机 涡轮火箭发动机 冲压发动机 外燃冲压发动机 液体火箭发动机 以及固体火箭发动机 等等推进方案 但是考虑到在3马赫至7马赫下 涡轮推进系统 无法满足皮瓦克的需求 而冲压发动机 则需要一个打进气道 因此会带来操纵的问题 外燃冲压发动机 虽然具备可能性 但那会儿呢 还达不到实际应用的阶段 因此只剩下了 液体与固体火箭发动机 这两个解决方案 最终呢 他们还是觉得 用固体火箭比较靠谱 于是就在皮瓦克 那扁平但是宽大的 弹体内 并排进了6台发动机 其中3台用于推进 另外3台呢 则用于姿态控制 这3个明显长成是中型的喷管 就是推进发动机的喷口了 另外很多个 包括尾巴上 3个主喷口旁边的这2个 还有单身上面 下面 这两侧的几个呢 都是可以控制它在空中 抚仰偏航滚转的 姿态发动机的喷口了 由于足够高效 直接所以在空中 来个突然转弯什么的 是根本不在话下的 毕竟250倍的加速度过载 是被明确写进了标书里面的 而导弹的外壳呢 是用光滑而漂亮的美合金 战斗部 结于火箭发动机机舱前臂 与制导模块之间 是大约重10公斤的可控破片 之前呢 甚至也考虑过核战斗部的 但是由于谁不进去 所以就放弃了 到了最后一版的设计里面呢 为了给导弹助推段 提供额外的控制力 设计人员又在顶上和底部 再加上了这么4个喷口 都快赶上载人龙飞船的节奏了 另外为了应对高速飞行 所带来的高温 皮瓦克的外壳 也设计成了双层的结构 并在其中封装了液体冷却剂 这被证明也是相当聪明的做法 因为随着吸收热量 冷却剂开始蒸发 蒸汽会从导弹的后方排出 还能再发挥出余热 为导弹增加一些推力呢 就这样到了1960年 皮瓦克项目已经完成了 预想中三个阶段中的两个了 但是康威尔的研究小组呢 却突然发现 他们好像走进了一条 时代发展的非主流岔路口了 为什么呢 因为此时美国关于战略打击 载具的思路呢 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从高空高速轰炸机 切换到了洲际弹道导弹 这并不是空穴来风的 而是1960年U-2被击落后 所带来的深刻反思 既然连U-2接种在太空边缘 游异的飞机都不安全了 那还有哪架飞机是安全的呢 再加上越战开始了 越战输掉了 很多创新武器的研究经费缩水了 甚至直接被砍掉了 XB-70 那架可以飞到三马赫的女武神 便是其中一个了 连主人都已经入土了 你说他的配件 难道不应该一同陪葬吗 是的 皮瓦克项目呢 也因此就被终结了 但是 真的就被终结了吗 这实在是不好说 因为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 在皮瓦克已经被终结的情况下 在另外一个叫做蓝胜图的 反卫星系统项目里面 出现了一个跟皮瓦克长得非常像的东西 就是它了 原来 早在皮瓦克研究的第二阶段 康威尔就同时参与到了这个绝密的反卫星项目中了 他们基于皮瓦克的技术提出了一个透镜状 踩人飞船的设想 这艘飞船可以容纳一个三人小组 安装在一枚泰坦三型运载火箭的顶部 被推进到距离目标卫星80公里处时 发射出一个小型的侦察 击杀器 它会与目标交汇 先是进行仔细的侦察 然后在有必要的情况下 直接将其击毁 完事之后 飞船重入大气返回地面 不得不说 在1960年代 真的是一个脑洞其大的构想 但是没过多久 几乎在同一时间 也和皮瓦克一样被逼了 其实这件事 我们本来从头就不应该知道的 但是在1963年的一次 空间技术研讨会上 之前皮瓦克项目的负责人 估计是觉得反正项目 都已经被取消了 就在大会上直接把它给公开了 于是人们第一次对这个东西 有了一点点模糊的了解 但是更多的细节 甚至是这位负责人的官方履历 都从此完全消失了 至今还有很多没有被解密 留下一团迷雾 不过 2006年美国杂志《航空周刊》 和《空间技术》里面的一篇文章 似乎又把这条线串了起来 文章声称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 开发了一种两极入轨 并且还可以重复使用的载人飞行器 名为黑星 它又据说是一架改装自 XB70超音速轰炸机的运载器 和挂载器下方的载人胜利 替太空飞船组合而成 可以进入地球轨道 用于执行小型卫星发射 反卫星和空间武器的部署等等 整个项目极为机密 这像不像是当年XB70 和皮瓦克导弹的组合呢 难道他们的研究 一直都在秘密地进行 难道美国政府最近放出的 那些不明飞行物的视频 其中就有他们的身影 好吧 真真假假谁有说得清楚呢 那我们就全当是猜测吧 但这个东西 还真的就的的确确存在过 太不可思议了 我是我建筑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